血脂愁吃什么药 张薇 内分泌科 副主任医师 其实老百姓呢 经常比较会关心自己是不是血愁这样一个话题 我们说血愁呢 除了采取药物治疗以外呢 还可以有一些非药物的生活方式的调理 那么血愁的患者呢 可以服用降脂药物 那么这部分患者一定是通过患源了血脂 那么具体是甘油三脂还是胆固醇超标了 那么根据他血脂谱的异常情况 来采取合理的降脂药物来改善血脂 从而降低血愁 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的血愁呢 可能跟缺水啊 循环血容量不足 或者长期有些脱水 或者不爱运动 不爱锻炼 那么血流速度慢 所谓的血愁有关系 那么这一类患者呢 我们就会建议他在生活方式上 多喝水 适当的运动锻炼 那么清淡饮食 进行综合的管理 这样才能从全方位的角度来治疗 我们老百姓所谓的血愁 专家提示 一 药物治疗 通过服用降脂药物 进行降血脂 根据血脂谱的异常情况 采取合理的降脂药物 来改善血脂 从而降低血愁 二 非药物的生活方式的调理 多喝水 适当的运动锻炼 清淡饮食 进行综合的管理 年轻水 老百姓 从而降 Munich 范子 痛菜